假蛋们,大事儿不好了 给大家建的家园终于建好了 大家帮我看看,我这两百多大洋滑得值不值 哎呦,我的妈呀 这门口怎么站那么大个人啊,谁啊 哦呦,原来是我自己啊 好帅好帅,来,请请请,请一个 这智慧沙子真的是超帅的好办 就问你爱不爱吧 自己家哪能走什么正门啊 先去游乐去玩玩 你看,我这跳楼机可以容纳八个人到时候打决赛 直接一个传统球,扔他们过来坐上 体验空中拉齿的感觉 还有这个是搅蛋机吧,应该是 反正给我蛋黄都摇匀了 虽然坐起来是不错 但我总觉得吧,直接把椅子换成马桶 坐上去,还能边玩边拉 再也不怕上措色无聊啦 那身为一只沙,没有自己的游泳池 那怎么行 看我这游泳池,哭哭的 但似乎少了些装饰 到时候放点大爷,再来点淋浴 那就更完美了 然后这边还有个大贝壳 现在都整这么高科技嘛 贝壳还能拿气泡招着 路上还趴了只懒洋洋 你戳戳,你戳戳 哦呦,多呆萌啊 后面还有小灯,还有个大草堂 待这下面洗澡 沐浴如何香香早 今天有那个好 毛巾羽毛小呀呀 水纹刚刚好 婆婆睡来做泡泡 今天真是美妙 洗完澡后还可以在沙发上休息一下 贴心的还整了两个 啊,非常的巴适 摩天轮前面还带着一个小秋千 秋千还附带着名字 为炼员 真好听 不对啊 这应该是个人吧 惨 怎么真是个人啊 小城观景没看见 真是丢死人了 摩天轮中规中绝 这家会传没有浪漫 他们都叫脚蛋机 那我的家必须豪华 给大家看看 不仅温馨 而且没装修 下次再看 下次再看 全传脚蛋机 完了 这码是不是掉了 昨天不是还好好的吗 现在给掉了 截图反馈一下 最后还有这些什么来着 翅膀 可以飞 这不是脱裤子放屁吗 都翅膀了 不会飞 难道你会飞 几个沙滩小床 各种睡觉的地方 反正你只要来 这里也肯定嘎嘎 还藏着一只莱卡 还有跟踪过呢 真高科技 真高科技 像我没见过世面 真是惊呆了 好了 这就是我的家 欢迎各位粉丰来参观入住 最后呢 架蛋吧 你们觉得 我这两百多大洋画的值不值呢 等刚毅到时候组件添加 我直接给你们一人来一个女仆什么的 各位意下如何 编曲 她们在长岁上 我买了 我来现在 我来